咱们先回家上去看那种啊 上去看讲什么来着 整容整形是吧 连上一刀疤给去了 除斗 然后呢 然后还有这个修复 对吧 包括红眼什么的 都在哪呢 这组工具对吧 这组工具放置图章 之后的一组工具 专门用来修复的 修补工具等等 这次讲什么呢 这次讲讲这组工具 模糊锐化涂抹 老闻生意其实很容易理解 对吧 什么叫模糊啊 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泪水模糊了双眼 对不对 想体会模糊的感觉吗 这个 这个 哭了就感觉到了 你说不哭什么 也模糊了双眼 那怎么回事啊 把眼镜摘了 对吧 那么你看这个就 这个就模糊了 模糊了之后怎么办 我还可以 用历史记录画笔啊 把它把它 把它这个 这个这个位置做好之后 再怎么样 再把这个 涂出来 这块是不是就清楚了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就清楚了 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清除了之后 是不是就 经常了这种 所谓的井深的感觉 哎 其他地方都都不清楚 就他清楚 是吗 是不是井深啊 再往后看 这个 我还是模糊他一下 哎 最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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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有多模糊啊 哎 就相当模糊啊 相当模糊 你看 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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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 这萌啊 是不是 这感觉 萌啊 萌实际是 这个 一经里面的一挂 萌挂 讲什么呢 讲到小孩上学的事 那么这个时候哎 我呢 这个势力集中了 集中在哪呢 集中在这个 哎 涂涂涂涂半天了 这个机器得算算 那么这个怎么 然后怎么办呢 用历史基督画笔 再把这个 调板调出来 配合他 你看这个是初始状态 这个 呃 现在当前状态 而历史基督画笔 在初始状态 这个时候我怎么样 涂一下 这个这个茶杯 是不是就清楚了 我现在要这个菜清楚 啊 眼中只有这盘 菜啊 那这是不是就清楚了 那么其他地方 他应该有这种 半半清楚 半不清楚的感觉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哎 如果说用白颜色涂 会不会清楚 也会清楚 对吧 那只能通过这个边缘了 把这个硬度调 调低之后 然后让这个边缘去涂 对吧 比如说我想让这个 这个茶杯半清楚 半不清楚 那这样是不是就 半清楚 半不清楚 然后呢 怎么办呢 再把这个位置挪 挪到这儿 再把它变 变回来一点 半清楚 半不清楚 是不是这种感觉 哎 不断的涂 不断的涂 在这个过程中 来做 那么 这是模糊 和模糊对应的是什么呀 是锐化 模糊就是泪水 模糊的双眼 锐化是什么 锐化就是把眼镜 就戴上了 啊 这块 有个眼睛 怎么让他眼睛更有神一些 咱们以前学的饱和度 就这个 这个增加他什么对比度什么的是吧 啊 甲睫毛啊 还有一些璀璨的星光啊 回忆回忆 这会用什么 用锐化工具 他眼睛啊 让他更锐利一些 能不能感觉到眼睛更锐利了啊 这都有点锐的过了是吧 如果再锐的过一点会怎么样 杂色非常多 什么叫锐化 锐化就是让他让他饱和度非常高 能不能感觉到 饱和度非常高 哎 他就怎么样 他就对比鲜明了一些 再比较一下啊 比较一下 这个时候把这个历史记录 调板掉出来 历史记录调板在这了 好 掉了之后 这时候建立一块照 这个眼睛在这 这是之后的眼睛状态 这是之前的眼睛状态 是不是能感觉出来 哎 我觉得这个上面好像上了一层眼影似的 里边他不用锐化 那怎么办 把历史记录画笔调到这个 这个就是当前状态是快照一的状态 但历史记录画笔的位置在这个眼睛的位置 哎 你说如果没有历史记录画笔 能不能能不能画啊 他就不让画 必须得有一个历史记录画笔的位置 这是怎么办 这样是不是就擦回擦回去了 这眼睛里面还是很 很怎么样 很清澈的 很湿润的 对吧 然后这个外边怎么样 他上了一层眼影似的 也挺好看的 锐化 他的这个功能 总体来说是什么 总体来说就是和模糊 相反的 比如说这张图 这张图我怎么样 我把它锐一下 锐一下 锐化一下 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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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怎么能感觉到他锐化了 如果这种 哎 哎 怎么 可能有点过了 哎 图图一圈 他也有所谓的强度啊 模式啊 等等 可以对比一下 这是一块照 那么这个是原来的照片 这是后来的照片 怎么样 是不是是不是里面这个砖的这个棱角啊 文文理啊 都很清楚了 哎 那你说如果我先锐化再模糊会怎么样 或者先模糊再锐化会怎么样 实际不管是模糊还是锐化 都对原始的照片素材是一种特殊处理 模糊是让他跟周围的颜色更像一些 锐化是让他跟周围的颜色更不像一些 哎 这个实际上都是对对这个图片是一种破坏性的操作 啊 包括这个后来的这个涂抹啊 涂抹工具 比如说这个人啊 这个人 他是怎么样的呢 哎 他是 他是这个比较严肃的啊 这个这个嘴角啊 有点像下撇啊 有点撇 那么这个时候呢 把他怎么样 涂抹工具涂一抹 涂抹一下 成不成 哎 把它往上 往上顶一点 哎 你看 哎 这样他是不是就高兴起来了 哎 眼睛呢 洗上没受 哎 那么这个呢 实际就是就是一种 包括这个 以前看那个一些艺术作品呢 钟表 钟表怎么样啊 看看能不能涂抹一下 哎 是不是这样 这样就拉拉下来了 拉了之后 他模糊的很厉害 对吧 实际这些东西在哪都有呢 在这个滤镜里面都有啊 模糊 有若干种模糊 相当多的模糊类型 那么锐化呢 也有相当多的锐化类型 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那个叫液化啊 也有相当像 就是更好的效果 那么这个呢 讲到滤镜的时候 会更详细的建设 这次就是这样 哎 那为什么这块现在还有啊 以前不是没有吗 就是因为他要考虑到 以前老用户的习惯 你如果用滤镜的话 可能呃 事情事情好 但是太麻烦 这个怕一点 哎 模糊模糊 哎 就模糊了 很方便 对吧 这就在这个平衡 这个快速性和这个 深度可控性之间的这个这个矛盾 啊 你在说什么 好 这次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